川普的民调数字继续上涨,超过其他共和党参选人,部分原因在于他是作秀大师。 不过,川普在坚持说911袭击后新泽西有数千穆斯林欢呼雀跃后,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审视。 虽然缺乏可信证据,他不改初衷。 我说得很坚决,很正确,我说的是那些人是有的,他们在街头,在房顶,手舞足蹈。 他的竞选对手,包括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看到了机会。 这种事情没有发生,你知道,事实是,大家怎么说都可以,但事实就是事实。 在那一天,新泽西并没有发生那种事情,后来也没有发生过。 而川普则拒绝后退。 道歉没有什么不对,但你得先犯了错误。 川普的支持者经常跟反对者对抗。 分析人士比尔·高尔斯顿说,很多支持者似乎不在乎川普的说法和愤怒言词。 人们对政府无作为感到懊恼,对未来感到焦虑,对海外威胁感到恐惧。 约翰·弗杰说,川普的言辞和咄咄逼人的风格使他与众不同。 部分原因是,他给自己塑造的形象是某种敢于讲真话的人,而对头是只知道政治正确或没有骨气的人。 这样做能得到相当一部分的共和党选票。 专家斯图亚特·罗腾伯格预测,川普的支持率终将消逝。 选举初期,其实挺容易让人出于愤怒而投票,并且说,是啊,我太愤怒了,我想选这个人。 但是离选举日期越近,人们就越会思考,是啊,我确实希望变化,但是我希望的是安全的变化。 然而到目前为止,行论家和竞争对手一直低估了川普的持久力。 美国之音马龙、华盛顿报道,流利播报。